你是不是玩我又說去農場 現在都下雨了 你還要我來工廠大廈幹什麼 誰說下雨不去農場 我就帶你來 全港第一間在室內工廠大廈的生態農場 裡面還有機械 裡面的技術很厲害 是全港獨家的 怎麼獨家 難道在工廠大廈還有機械 這麼厲害 當然厲害 進去就知道你大開眼界 你是不是玩我又說去農場 你帶我來工廠大廈幹什麼 誰說去農場一定要去新界農場 我就帶你來全港第一間在工廠大廈的室內生態農場 裡面還有機械 而且它的生產技術還很獨家 有多獨家 在工廠大廈都做到有機械 這麼厲害 你進去就知道 貓你大開眼界 這裡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蔬菜 有火箭菜 奶油山菜 還有我們喜歡的三紅山菜 究竟是怎麼種出來的 我覺得這裡除了是龍場 整個實驗室都很厲害 在工廠單位裡開設室內蔬菜中成長 蔬菜在貝蜜藥環境成長 就無需要受到室內環境的空氣污染 害蟲和天氣影響 即是說 在沒用濃藥的情況下 都可以維持產量的穩定 好久不見 Winnie啊 我告訴你 這裡採用了 暫身先進專利技術 包括 光譜種植 無土水間 和 乳菜共生技術 同時 活化工廈 成為全港首間 室內生態農場 那到底什麼是無土水間 有什麼方法種植 無土水間 顧名思義 就是以海綿代替泥土 然後蔬菜的根部 就在海綿內吸收 養分和水分 而魚菜共生技術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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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菜共生是什麼 魚菜共生是 是班66的專利發明 班66團隊 用了最新的概念 以上層種植 成長魚的方法 就用了魚排泄物 來做植物的提示 他們還研究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魚排泄物 發覺原來淡水魚排泄物 和大量的安法物物 他們經過了亞硝酸菌的分解 之後就會成為亞硝酸鹽 再經過消化螺酸菌的分解 就會成為了 燒酸鹽 也就是植物所需要的肥料 班66所養的八質魚 有一個好處 就是喝了這些八質魚湯之後 和產核的負擾奶水會增加 就不會很好 咦? 那八質魚味很適合你吃 我覺得適合你多一點 我們現在就來到 班66的針座地達他們的實踐室了 在我們的衣桌就知道這裡有多嚴謹 對呀 讓我告訴你 聽我們的竹菜共生是怎樣運作的 好嗎? 混合了淡水於排泄物的魚乾水 會經過了兩次細菌分解 之後就會用紫外光殺菌 再經過多層過濾系統 就會成為了營養液 而這些營養液 流過魚乾上面的多層重的層架 蔬菜就可以吸收到他們所需要的養份 最奇妙的東西是什麼呢? 最奇妙的就是 在這些營養液流過蔬菜的根部之後 水質會被淨化 含氧液也會增加 而所以 這些水流入魚乾的時候 就好像幫魚乾換水一樣 剩下的菜也可以用來做魚糧 所以名正而順 是自給自足 魚菜共生的 讓我來介紹一下 這個營養液究竟種了什麼 這裡有紫蘇葉 香草 青瓜 還有 黑番茄 和紅番茄仔 Mophia 讓我考考你 知道什麼是光草重植嗎? 你考不到的 讓我告訴你 班66團隊 利用了自家專門研發的LED燈 代替太陽光 令蔬菜可以製造光合作用 但我想問 為什麼所有燈都是藍光和紅光 不同的其他顏色呢? 問得好 對於一般蔬菜來說 紅光可以令它們長得更高 最適合就是白的階段 而藍光就是令它們醉得更粗壯 而不同的蔬菜都要用不同的組合的藍光和紅光 所以要經過數百次的研究和測試之後 才找出適合的組合 看看這裡 有些菜苗有不同的生長階段 總共分三個階段 而不同的階段很複雜 都要配合不同的藍光和紅光組合 我明白了 但我覺得我們說了這麼多知識給別人聽 我們不如先嘗嘗菜 都好 我們說了我們這麼久 Farm66的新菜菜 終於就可以試了 讓我開一下這個 即開即色的 風色處理果然是不同的 先開 哇 香味很重 新菜味很新鮮 不行 事不宜遲 我看到前面還有一盆 很新鮮 讓我先介紹一下菜 這個叫做紅水菜 紅水菜 聞下去 很有草香味 你聞一下 嗯 先吃下去 我試一下 辣的 有芥末味味 有點像芥末味 而且聽聞營養價值很高 是否很辣 營養價值很高 有胡蘿蔔素 也有花青素 還有維他命 所以對於我們女士來說 很有美容作用感 真的很像玩 你有什麼推介給我 我還是推介一些很辣的食物給你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火箭菜 也是我們平常吃pizza 上面鋪面的那些 你怕不怕辣 因為吃下去是比較新辣 而且會帶苦的感覺 很厲害 但我平常吃pizza都很喜歡 有這個 很棒 這個叫做塔菜 是上海的名菜 塔菜有什麼特別呢 讓我先吃一下 很像椰菜 聽聞它被視為菜中的珍粉 因為它纖維很高 而且營養價值也很高 到我這個了 你們覺得它很像什麼 我完全說想不到 不像一個珊瑚嗎 我另外最喜歡的珊瑚珊菜 你看到它是紅綠膠雜圓形的 吃一下 好嗎 好吃 我先試一下 它的口感很爽脆 珊瑚 而且很清甜 而且很軟 因為它真的軟軟 我給珊瑚菜 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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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 有時候吃了浪 我先試一下 我給你一半 好新鮮 有時候吃完會覺得很粗 但這種吃完就很爽口清脆 吃下去有很小的感覺就不會粗 而且它有很多汁 一咬下去有很多水分 滴出來 很新鮮 還有什麼推介給我 這個 這個 這個醬葉生菜 意大利醬葉生菜 你看到它的醬葉是紅綠的 我先試一下 這個味道很熟悉 經常去沙律 自助餐廳的時候都會吃到這個 它有些杏仁味在 很有趣 又不怕熱氣 好像在吃杏仁 不停吃 最後這個很特別 你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它的表面好像有一些露 露水 露水 早上的露水 一粒粒 但它本身的質感是這樣的 它不是真的有水 所以這個是叫做 冰菜來自南菲 它很軟 我剛才一撕的時候 這叫入口即溶 真的好像冰到一種 我覺得它真的不像菜 它的感覺一點都不像菜 很軟 很可愛 因為平日菜通常很爽口 但這個是軟 有點鹹鹹的 對 我覺得它有點像在吃紫菜 是濕了 是濕了紫菜 好嗎? 好了 我可以介紹它這麼多 稍後再推薦多些菜 大家 我一吃完之後馬上皮膚 這麼快會不會 這裡就是番66的植菇房 原來種植菇的話 在溫度、光度和濕度的調配 都會調配得很好才行 你看看我手上的股膚多大 我感覺這樣 番66的菜 好像菜味很濃 對 不需要加醬 都可以吃到菜香味 因為其實我們身邊很多朋友 都想追求健康的生活 就想吃沙律 菜 但又覺得沒什麼味 所以就加醬 但這個真的不需要 對 每種菜的層次感都很重 還有我試完的菜 不如是時候試一下 我剛才手上拿著的菇 炒了出來給我們吃了 不如先試一下 這個是不是叫 杏包菇 對,杏包菇 即是叫魚耳菇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們種出來的時候 種出來的樣子有點像開花 我們中國人會說 魚耳吉祥 花開富貴 所以就叫魚耳菇 我覺得它的味道也很魚耳菇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容易 對 因為它很甜 而且很爽口 菇味很重 我本身都很喜歡吃菇 很棒 而且這樣炒出來 將三種不同的椒的味道 都加入了菇 所以它有多重的口感 除了有菇味 也有青椒、黃椒和紅椒的味道 雖然菇通常會比較乾 但它是很濕 不會說水分很重 但是它們剛才說的 光度、濕度和溫度都要很嚴格調控 才可以針出這麼優質的菇 你繼續說 我忍不住要喝這個湯 我知道 我知道 雖然我們沒有生過 但也很需要這個 這個白質魚湯是很適合OV 因為很適合mini break 因為我們兩個都想身材變得豐滿 你知道我們是做model 這個白質魚湯 對鏟頭部類很好 因為奶水會加 還有對暴雨很好 雖然我們不需要這個食物煮 但魚湯是很養人的 很好的 甜 吃起來很嫩滑 吃起來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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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滑 而且魚湯是剛才你說的 魚菜貢身 裡面的魚是白質魚 白質魚 除了魚香味之外 你會聞到湯很重 雞子味 和紅棗 對於我們女士來說 除了釀人之外 也可以補月 那些六十六生態農場 這麼好的概念 是為了下一個青少年的健康著想 所以他們經常去不同的學校 舉辦說了 將儀菜貢身這個生態系統 推廣和教育下一代 Villian 這個農場是否沒有介紹錯你 當然沒有 還打開眼界 讓我畫個地址給大家聽 在哪裏 六支圓番六十六的地址是 九龍觀塘麗熱街5號 鎮業工業大廈11樓 B室 如果想來這裏 可以在港鐵站牛頭 的B6出口 鎮業工業大廈5分鐘便到 又或者是巴士站 15號A、15號B 又或者是搭專程 小巴的15號A都可以